之前民进党秘书长新潮流系大佬吴乃仁 他被周刊拍到经常出入钢琴酒吧 而且呢看到好多次还带着一名好辱妹来出场 包括了在9月23号还有9月28号的时候 就连前金管会的委员林中正 卷入突英案的前金检局长李静诚 还有民进党立委许志杰 他也是做上宾 不过许志杰曾经说 当天只是跟乃公聊天文地理 讨论什么宇宙大爆炸 吴乃仁则是坦诚 他确实常常出入 顺道送女性友人回家而已 好久不见的民进党新西大佬吴乃仁 登上周刊封面 身边还带了正妹 翻开那夜 报导说他虽然高龄70 体力却不输青年级 不但夜夜声歌 经常出入仁爱录这家高档钢琴酒吧 身边总是带了一位长发及腰 皮肤白皙的好辱妹 光是九月十月就四度被拍到 酒寒饿热带着同一名辣妹出场 知情人士透露 这里根本就是无奈人的地下办公室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也曾现身 还一起搭车离开 乃公那是商之天文下之地理 那他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好像在谈 白海星跟红巨星跟宇宙大爆炸的事 就很单纯的聊天 澄清只是话家常 但根据了解酒吧消费光是一晚酒钱 加上正媒坐台费至少得花七八万 周刊也拍到之前狠批MOD断讯的台湾互动公司董事长王志龙 前金管会委员林中正 拖音案被告的前金检局长李靖成 前立即建设酒吧的座上宾 我们在那边其实男生跟男生之间在聊天 其实女生也很少插话 对啊就是他们会帮忙倒酒 几乎会很少有女生会主动去贴谁 大家都是在那边都有一点 就是角色都有一点点自己的职务嘛 所以他们也不会不敢乱来 徐志杰强调只是聊聊天 要外界以超然角度看待 吴乃仁则回应 确实常去这家钢琴酒吧小酌 酒探结束后送在场女性有人回家 其实也很正常 尽管吴乃仁不再插手正谈的事 但精彩的夜生活也让外界看到 她的正商连结关系 明事尽管最后报道 而以后